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N与阿Lan 频道 今天与大家分享 陈飞龙的戏剧人生 陈飞龙原名叫做陈景廉 她的组织是广东新会 是著名粤剧演员 陈飞龙的太太是龚粉红 她是著名影星陈宝珠 珠姐的养父 她们曾经组织过一个飞龙剧团 陈飞龙自己任正印花旦 龚粉红做她的妇居 她们曾经合演过一套剧 就是《三良教子》 陈飞龙在1909-06年 入读广州岭南学校 1907年就开始参加校内的画剧演出 1910年就入读中学部 而且还参加了广州第一个白画剧团 文乐社 演出的剧目就有《虎道府》 《刹子报》 因为表演出色而被称为神童 在读中学的时候 由謝伯英介绍 由冯志由监细 加入了同盟会 得到冯志由大王去见孙中山 奉命和范展堂组织了 《蓝天花语》白画剧社 就专货做一些宣传革命活动 1924年 陈飞龙加入了《黄老日》 早见的《甲子幽天影》剧团 就演一些新篇改良粤剧 譬如《自由女》《炸弹逼婚》 因此成名 后来陈飞龙 后来这个南洋粤剧名班 《永寿年》的编剧 冯显舟 就推荐陈飞龙 就给班主《靓元亨》 推荐他加入了《永寿年》班 于是陈飞龙就随着班 就远赴新加坡 来到演出 他为了避开他的父亲 陈飞龙的反对 于是他就改名 就叫做陈飞龙 自此之后 他就一直都用着这个名字 陈飞龙就是他的艺名 跟着他自从这次之后 他就成为了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 陈飞龙第一次职业性的演出 就是李思思 这套剧是由千里驱白驱荣主演 陈飞龙就以新剧家的名义 参加演出 后来陈飞龙就在《人归回遥》这套剧里面 就饰演柳金花 他的表现非常出众 于是乎就受到这个靓元亨的赏识 陈飞龙和母生《新白菜》 就合演过《百里溪回妻》 另外又和母生《公爷创》 就合演过《卖狗肉养亲》 另外也都和丑生《蛇仔礼》 曾经合演过《仗义还妻》 另外也和马斯增拍档演出《孤寒总转性》 和《古怪公婆》等等这些剧 而这一群剧全部都大获好评 终于陈飞龙就成为了 永寿年班的《丹钢静印花弹》 在1922年 陈飞龙就和《丹钢静印花弹》 《千里驱》和《钟卓芳》 《上海妹》就合称《五大花弹》 她就擅长演一些《花木兰》 即是要英枝林林那些的 而且又身兴如燕 她的武打动作 亦都做得相当准确和熟练 后来她就和马斯增演出《财王子》 当时她是饰演公主的 这套戏还成为一时的佳话 在1925年 永寿年班就解散了 解散了之后 陈飞龙就前往香港 和涉角仙组成了《梨园乐器班》 以文武生、阿靓绍华做班主 《大红袍》、《红楼梦》、《西商记》、《玉离云》等 这些剧目都是她们当时的著名剧目 及之后来 涉角仙离开了《永寿年班》之后 陈飞龙就改为和《靓少讽》拍档 合演起码 有《夏金鬼》、《寶蕾进走》、《梁竹恒史》等 亦都是名操一时的 而且她们更被邀请到上海 这个新舞台演出 陈飞龙就得到《鸳鸯蝶派》的小说家 《严独学介绍》 就认识了这个《京剧四大名单》 分别是《梅兰芳》、《晴燕秋》、《九卫生》和《尚小云》 回到广州之后 陈飞龙就和马思曾、林超群、曾三多、靓少华、陈铁英和李瑞青 就加入了由广州《海珠》、《海珠器院》的院主 兼处是《国华报》的社长刘任孙 所组成的大罗天班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她和马思曾拍演过半年 她在《太平剧团》 亦都是担任《蛋国》 另外,明灵、吴千锋、李隆、李凤、吴君丽 都是曾经拜过陈飞龙做师傅 在1975年之后 陈飞龙由于年事已高 不再表演了 退出舞台生涯 以后她将她在戏剧中的生涯和一些经验 赞写成书 出了一本书 书名叫《月劇六十年》 在1979年起 刊登在《大城集资》里 在1975年之后 陈飞龙由于感到年事已高 于是不再表演 退出舞台 之后她将她在戏剧生涯中的经验 赞写成书 另外她有一个专栏 叫《月劇六十年》 这个《月劇六十年》 就在1979年开始 刊登于《大城集资》里 这个《月劇六十年》 由陈飞龙负责做《口述》 由于慕云做《不禄》 并且另外注有《月劇的源流和历史》 这本著作 今天跟大家分享 《陈飞龙的艺术人生》 分享到这里 亦都分享完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N频道 好,拜拜